今年印太地区军备竞赛也正在加速 其中澳洲在今天宣布计划增加国防预算 主要用于扩充澳洲的海军舰队 对于未来规模更大的澳洲海军 澳洲的国防部长马勒斯充满信心 路透社报道澳洲国防预算预计新增111亿的澳币 将近2300亿台币 主要水面作战舰的数量将从目前的11艘增加到26艘 这也是为了振兴澳洲的造船业 澳洲政府认为如今澳洲需要规模更大 而且更有杀伤力的水面舰队 以配合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AUKUS的 好恶动力潜舰计划 那么这些动作也被解读为 应对中国的海上军事活动 哈喽我是陈雅玲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